你在一种细节上的一种无限的探索 最后你忘记了你那个根本的那个核心的东西 所以他会说 恐懵之后 害如止有止 那个停止的止 也就是仅仅有传经之觉 信道威严之觉 久矣 然后他说 那么这是原莫名 清初编的 原功崛起 原功就是这个周敦仪 也就是这个北宋早期的 这个应该是可以叫做第一代的力学家 但我们大家知道他写爱莲说 他还写过这个太极图说 通书 很多东西解释 解释这个 解释这个儒家经典 然后又把它抽象到一个 一个形而上高度上的第一个人 周敦仪 然后二臣四致 也臣一臣号 也是我们今天说 陈珠礼学 陈珠礼学 这个陈 其实就是二臣 这个陈一和陈昊两个 他叫洛雪 因为他们两个是 他们是湖北人 但是他们长期的生活在洛阳附近 尹川那边 又赴横渠珠大入被出 横渠就是张宅 张宅 这个他是横渠 横渠人 所以叫横渠先生 那么最有名的就是他的横渠四句 叫作为生命立命 哦不对 为天地立行 为生命立命 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张宅的话 就他说 做学问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 为天地立行 为生命立命 为往胜 也就是孔梦 济绝学 为万世 就是后代 开太平 这是著名的横渠四句 那这个地方 就说 又赴横渠珠大入被出 圣学大昌 圣学就是儒学 这就是 这是在宋元学案里面 对宋代初年的这样的一个儒学的复兴 他做的一个最简单的概括 也就点出了 这个第一代 或者说第二代的这个 这个儒学最早的这几个 理学的这样那种开拓性的人物 他的地位 首先是原木 也就是周敦仪 第一代的 因为这里面也是有一个师臣的 那么我要讲一下就是 这个横渠 这个张仔 他是陈一和陈昊的叔父 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 然后这个二臣 他们是 这个周敦仪的学生 所以这个里面是有一个 一方面是有一个家学 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师学 然后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主人公 并不是周敦仪 也不是陈一陈昊 也不是张仔 而是朱熹 那么朱熹是陈昊的三传弟子的学生 也就是说他是这个 陈怡的三传弟子的学生 他是等于说是陈怡的四传弟子 也就是说这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十传关系下来的 所以他 这刚才说的这三个人都是北宋的人 而朱熹的话已经到南宋了 那个北面的江山已经都垮到了 就时间上面也要晚很多 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就是 从宋代开始 但是不是朱熹同代 而是等他去世之后 那么对朱熹的评价一直说他是一个极大臣 这就是因为前面他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代两代的这样的一个理学家的这样的一种传承在那里 那么到了他他一个极大臣 然后的话我下面就是要具体讲一讲朱熹他到底讲过点什么东西 那么朱熹提出他的这样的一个我今天题目我相信来的各位已经看到叫做格物置之 那么朱熹的理学世界 那么格物置之的四个字毫无疑问的是朱熹的这样整个智学的核心思想 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 那也跟当时的这个 首先是跟当时的社会风气它有一定的关系的 那么朱熹自己就说过这样一段非常有趣 他说自秦汉以来 事之所求乎输者 类以寄送嫖窃为公 而不几乎穷里修身之药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 朱熹认为从秦汉过来 经过唐代然后科举兴了到宋代科举特别重要以后 一个士大夫一个知识分子你为什么读书 朱熹说大多数人就是为了去把书里的那些那种记住 然后你考试时候你可以把它打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当官了 所以他说类以寄送嫖窃为公 而不几乎穷里修身之药 你读书的时候你忘记了 你是为了在里面寻找人生的道理 去寻找做人的方法的 所以朱熹就认为 读书的目的不是那个当官 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宋史朱熹传的话 这个人他不爱当官 多少次皇帝还是派了什么宰相去找他 让他出山当官 不应 那个宋史朱熹传里面最多出现的词就是这个 这个不往什么不应 就不去 但并不是说朱熹他没当过官 朱熹他的父亲 在因为我上海说了朱熹是南宋人了 然后而且正好是处在那个就是 应该是那个叫什么宗啊 宋徽宗下面一个那个中心的那个 就是杀岳飞的那个皇帝叫什么名字 宋 我才忘了 反正就是那个把岳飞弄死的那个皇帝 就是秦桧当宰相的时候朱熹的父亲他当时是一个御使 那么朱熹的父亲是上书吉言和谈之弊 然后就被把关 朱熹也是 朱熹多次是在皇帝问策的时候上罪 都是讲这个宋经关系的 就讲这个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这个在他的传记里面是有完整的记载他的那些奏书怎么写的 语言之强悍不给皇帝留情面 然后最后有一次 第一次皇帝看到他的诏书 那个传记里面写了大怒 皇帝大怒 但是第二次又看到一个同样类似的诏书以后 皇帝还反而被感动了 但那个已经不是那个杀岳飞的皇帝 是后来一个孝总了 就是说但朱熹讲话是非常耿直的 他在他的上书里面就直接写 说皇帝你出生的时候你的性情当然是很不错的 但是你现在被小人蒙蔽了心智 你这个周围全是一帮奸命 然后他们闭塞沿路 然后所以你迟早要被他们污染 就这样的那种意思 这个你很难想象 可能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 在给皇帝上书的时候 敢那样去讲话 但不管这个 我就是说 朱熹熹认为 读书一定是要跟自己的做人联系在一起的 你读书 你去看那么多圣贤的道理 你是为了最后的目标 不是为了去考取公民或者什么东西的 而是去为了修身 所以他最有名的那句话 穷里以至其之 反攻以见其时 这也是我们今天 可能我今天最主要的要讨论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说穷里以至其之 也就是说 我要去尽量多的了解 整个世间万物的这种规律道理 之后 反攻以见其时 我要把它反到我自己的生命中 去看我自己的行为举止 是否合乎于这样的一种大道的运转 那么我最后我自己可以达到一种善 这是一个 其实这句话本身 它的逻辑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在穷里以至其之之后 你是否一定能够反攻以见其时 或者说是否一定要反攻以见其时 这两句话其实从本质上 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穷里以至其之 我们今天简单的话说 它是一种人对一种知性的一种渴望 就是你对智慧的一种渴望 你想知道的更多 甚至说你可能因此成为一个科学家 因为你想穷里以至其之 但是反攻以见其时 从根本上是一个伦理的要求 是一个道德的要求 而科学是否一定是道德的 这个我觉得包括今天的这个哲学家 在二十世纪以后的哲学家讨论里面 这都是陈疑问的 就是科学或者说知性 它并不一定把人引向德性的 就理论上今天我们看是这样 但是朱熹认为这是可行的 而且不仅朱熹认为是可行的 古希腊的那些前苏格拉底时期的 哲学家们也认为是可行的 我们今天都知道 在苏格拉底之前 那些哲学家天天在谈什么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赫拉克里特说世界的本质是火 某个就说世界的本质是水 还有人说世界的本质是数字 是原子 阿伦利德说是一 还有人说是其他的什么气 各种 然后到了苏格拉底的时候 突然来那一句认识你自己 为什么 这个逻辑 它就是一个 其实我就可以从这句话里面 看出这样一个逻辑 古希腊的那些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们 他们在谈世界的本质的时候 他并不是单纯的在谈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好像说是火是水是原子是数就完了 他其实他背后有一个隐藏目标的 就是说当我知道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当我知道世界的规律是什么之后 我可以更好的去做我自己 所以大家在读西方哲学史的时候 千万不要认为说 苏格拉底的那句认识你自己是横空舒适的一句话 其实这种要求 它已经包含在了 前苏格拉底时期的那些人的那种想法里面了 而这个想法的逻辑 其实就是这个逻辑 穷里以至其之 反攻以见其时 所以可以说在中国的思想史上 最接近于古希腊思想家的想法的人 就是朱熹了 然后而且他也确实去进行了一种形而上词变 因为就是他要穷里 所以叫格物之之 格物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要尽可能的了解 我用一个特别不恰当的一个海德格尔的词 我要尽可能的去了解物的物性 物体的物体性 法语叫做烧色态 我也不知道这个词怎么造出来 这个 但就是说朱熹这个格物的意思就是 你尽可能的向外 去了解这个大全世界 去了解这个世界的他的这种 他的属性 你可以这样说 然后你去置之 然后最后你去明理 所以叫做理学 最后是那个理 这个理字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古希腊的哲学 如果大家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 或者他其他的一些篇章的话 你会知道柏拉图的哲学的根本的一个概念 他叫做伊德亚 中文翻译成理性 也就是这个 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根本的这个存在 在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这个世界之上 他有一个理念的世界 而我比如说 举个例子就是 这边有一张桌子 但其实首先是有一个 是有一个理念的一个桌子 然后这个理念 他投射到了这个 这个人世间 投射到了工匠的心智里面 他做出了这张桌子 他是以一个理念为原型 做出的这张桌子 所以在这个具体的桌子上面 或者说那么多的 这也是桌子 这也是桌子 甚至很多很多 这也是桌子 可是最后 你有一个桌子的理念 这个东西 柏拉图认为 是世界的根本核心 但是一般人认识不到 所以他有一个洞穴隐喻 他说我们 这些人 都是在一个洞穴里面背对着 前面有个墙 人后面有一堆火把 我们看到的那个世界 其实是这个火把 从这边硬过来以后 打在那个洞穴墙壁上的那些影子 所以这里真相 那缘得不得了 那当你回过头去 想走出洞穴的时候 外面是一个天光无限的 这样的一个阳光 明媚的世界 这么强烈的阳光 如果你不是一个哲人的话 他会刺下你的双眼 你将什么也看不见 只有那些哲人 才有可能说 在这样一个时候 你真正的顶住那个阳光 去看到你这个洞穴外的这个世界 所以 大家都可能都知道的 就是柏拉图说 要折人王 要有哲学家来统治世界 坏想 这肯定 事实上这没有是坏想 他是这样去构思的 就是说他认为 世界的真相那个理念 不是随随便便的认识到的 你需要有 去下大的功夫的 那其实这个跟朱熙这边 讲的这个理 他也有非常类似的地方 朱熙认为这个理 它是高于这个世界 所以他才有思辨的东西 他说 然后我想看看 他读点什么东西 我继续讲这个穷里以至其之 反攻以见其时 那么朱熙有另外一句话叫做 夫 道之极致 物我固为意义 就是说当你体察这个理 体察这个道 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时候 你会发现 物我融为一起了 也就是说你对这个格物的过程 最后你置之了以后 你可以回到我自己 因为它是一体的 它有一种关联在那里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 所以通过格物 你去置之 最后你去明理 你去学做人 这是整个朱熙的这样的一个 学问的这样一个道路 甚至说 他的这个政治思想里面 他也是这样子去讲的 他在我刚才说的这个 宋史的这个朱熙传里面 这个孝宗有一次问测 那么朱熙是这样子 去跟孝宗讲的 他说 圣 他说 圣 圣公 虽未有过失 而帝王之学 不可以不赎讲 朝政 虽未有阙疑 而修阳之计 不可以不早定 这边修阳之计 指的就是 宋经关系 这个边界上的事情 厉害修器 虽不可辩举 而本 而本源之地 不可以不加益 陛下 欲得之初 轻欲检测 就是说 陛下您刚刚登基 这是孝宗刚刚继位的书 陛下您刚刚登基 轻欲检测 亲自的来问朕 不过封诵文词 引勇性情 又颇留意于老子适时之书 就是说 陛下您现在关心的 就是这些美好的文章 这种 营勇性情 就是这种 简单说 抒情诗 或者说这种 就有点像 可能像徽宗那样 喜欢画画 喜欢迎诗作对 这样子 又颇留意于老子 事实之书 就是说 您感兴趣的东西 又是这个 老子和这个 和这个佛家的东西 福 寄送此早 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智道 这非常有意思 朱熹就说了 如果你只是喜欢那些华美的文词的话 这不是一个治理世间的 这个治理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阵路 你也没有办法去探究这个 这个整个人世的这个道理 虚无寄灭 非所以灌本末而立大中 虚无寄灭指的是老子和这个 这个这个佛家思想 那么他 朱熹说 你去感兴趣这个东西 这不是 在这个人世间立足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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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道理 非所以灌本末而立大中 帝王之学 必先格物之之 以吉父 事物之变 始义里所存 天息必诏 则自然 亦成新认 而可以 应天下之物 所以朱熹说了 格物之之 我们都有 我们 我 包括我自己 我原来也认为是 朱熹自己的一个 做学问的道理 但后来我在 做这个演讲准备中 我发现 其实他的政治理念 也是在这里的 他说 帝王之学 必先格物之之 以吉父 事物之变 也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皇帝 你通过格物之之 这样来做学问 你可以去了解到 世间整个人情 事故的这种 这种变迁 使一里所存 天息必照 最小的那些东西 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则自然 一成新阵 而可以 应天下之物 你最后 你明白了这些 所有的道理之后 天下这种 纷纷嚷嚷 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都可以应对自如 这是朱熹 给这个 孝宗上的这个 上的这个 上书里面 写的这样的一段话 那么这也 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他的这个 格物之之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么他也同时融合在 他的政治观念里面 而且同时的话 他的这种 政治观念 也是最后是 最后要反攻一件 其实 只是这个反攻的人 是这个皇帝 你通过这样的一种 对世间的这种 道理的体察 你最后 你会知道 如何去应付 这些整个事情 而最后 你可以做人做得更好 那是 这就是整个的 这个其实 朱熹的这个逻辑 那就在这里 那么在这个 宋元学案里面 专门有一个 肯定毫无疑问的 有一个关于 朱熹的学案 那么这个 他就开篇 他就写了 朱熹 其为学 大抵 穷里以知其之 反攻与见其实 而以 居境为主 居境是一个 居住的居 这个恭敬的境 居境 这不是朱熹 提出来的概念 我刚才说的 朱熹是个吉他成者 居境是这个 诚到诚意 提出来的概念 也就是说 简单说就是 我做学问 我要有一种 前进之心 我做人 我要有一种 前进之心 我有了这样一种 敬 在那里 恭敬的这种 敬畏也好 恭敬也好 这样一种东西 在那里之后 我才有可能 去维学 也就是说 在诚意看来 居境